我今年是准备提一个按照职工的工龄来计增有新年假 就是代新年休假的一个建议 改成比如说一年以上是享受五天 然后呢工龄每增加两年 我们这个代新年休假就增加一天 然后这样一次递增有一个上限是到二十天 因为新生代这个员工啊他们对这个生活品质追求是非常高的 然后只有五天这个假期的话 特别就是十年工龄以下的只有五天 这个阶段就是刚好是人就是结婚生子 这个在这个阶段来完成 而这个时候这五天的假 说实话大部分我们的职工他只够平常 比如说临时有个急事处理一下 根本就不够说去安排比如说自己很多重要的事 或者是我想留休闲